äh 耶 只有我的有声音 喂 好好声音 琪琪你被逼埋了 嗨 来吧 那我们先许愿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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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吧 看一下有哪些弹幕呢 哇 冯思佳 生日快乐鲜泥染 你优秀的品质 比你美丽豪华的外貌 还高出一千分 为外接修的你 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 这样的你怎么能让人不安眠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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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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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亲亲 高原济 生日快乐,小太阳染,新的一岁愿你无忧亦无愁,收获快乐,拥抱健康,相伴美丽,一切都好准备了啊。 李子,阳阳小仙女生日快乐,知道你永远都是最棒的,祝你生日公典圆满成功啦,嘿嘿,爱你摸摸啦。 屁一票,屁。 陪你把言录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祝宋小冉八岁生日快乐,最最最重要记得多吃点加油! SH48送新染疫人会,吸食兵后才华,金妇流星要下,冲破四壁关卡,染推护你强大,兴取十环,二十二岁。 圣小熊猫牛娃,染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P-P-H-A-N-T-A-N-Y,祝祝祝生日快乐, P-H-A-N-T-A-N-Y,祝妈妈好吃,妈妈香,红灯短,绿灯长,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叶小熊猫牛娃 就是这几天一直在帮忙排练的时候 然后宋献说要就是到那个 大概是比如说我们下午六点要排练 然后就说好我们下午六点准备排练 结果快要到六点的时候宋献 等会儿等会儿 在微信里他发这么一句话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先别下来 我有点滴血糖 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就是我听 就是汪家 因为汪家玲陪他跳了很多歌 然后就问了一句汪家玲 然后怎么回事 然后汪家玲说 他就是然而为了进行自己的身材管理 然后包括自己的状态管理 然后也很少进行自己吃饭 不行我吃饭的 我吃了点吃了点 我看点了 要是我本次知道我不吃饭 那得把我杀了 我吃了点吃了点 就是吃的吃的 就是还是没有特别 就是还是没有特别 就是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健康 希望然而以后也可以对待自己的健康 然后呢 有其他人写信吗 我先问一句 我这里并不是我自己的信 我这里也不是我自己的信 那你先来吧 也不是你自己的信 那是谁的信 是一封来自中泰的信 小胖儿写的 中泰 我知道了 我先念吧 兔小猪冉冉 见字如面 你说你想得到我的祝福和我的信 但我真的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不会写信的人了 所以也就随着感觉来说说吧 第一次见面 是刚入团军训的时候 你和队友经过食堂 由于staff在入团时告诉我们 要对上所有前辈的名字和脸 所以我对你的印象就是 哦 这个是老乡前辈 看照片以为很娇小 结果真也太高了吧 又高又高了 后来也就没了交集 说来也是好笑 我们两个山东人居然是在泰国相认的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之后得知我们两个都是巨蟹座 觉得更不可思议了 但是好像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个风格的螃蟹 所以还挺新鲜的 从泰国回来之后 我们在各自的城市保持着不算平凡 但刚刚好的联络 每次分享 没有 就是他想主动跟我联络 我没有想跟他联络了 哦 那你有回应他吗 怎么迟疑了 其实有啦 你接着说完 有啦 嗯 但 每次分享最近的新鲜事 其实仔细看我们的聊天好没营养 但还是觉得蛮有趣的 应该是我们螃蟹的脑回路比较合拍吧 你总是说希望我赶紧移集到上海 我何尝 好危险哦 我何尝不想让你到广州呢 广州 广州只有我一个山东人可孤单啦 总是会有人为我们山东人是不是天天吃煎饼卷 大葱蘸酱 我已经回答卷了 你来我们就可以轮班回答了 但森实熟虑后 觉得还是上海更适合你 你是小太阳 有一群更需要你的人在守护着你 所以我就当一回好人吧 之前你说想到广州玩 想吃大盘鸡 嗯 就在我生日公演的时候 请你来广州吃新疆大盘鸡好啦 开不开心 要我帮鸡票吗 啊好 我问问他 帮鸡票吗 最后 愿你山东暖 愿你春不寒 有机会一起回山东 我也觉得 一起回山东过年 生日快乐 太阳然 然后 然后我要帮他唱四局生日快乐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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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好听 好听 耶 耶 应该要发一个语音的 好尴尬 谢谢 这位山东人 这位 对 就是 就是 福利前辈了 嗯 安妞 哈 我来了 完了 真的 我一个人读吗 朋友们 就是 这期会计呢 起源语 不要看 不要偷看 中信起源语什么时候呢 是起源语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宋先生在刻苦的练舞 我们 我们 再聚会 我们再开party 对 我们在吃蛋糕 喝可乐 然后再 快乐 过得非常快 我本来以为 汪嘉莲给我送了块蛋糕过来 我还挺幸福的 没想到你们 哈哈哈 我们纠结了很久 该怎么给你留那块蛋糕 最后我们决定 挖一块给你 然后我们直接挖的吃 然后 我就觉得就 就切得就很烦 就觉得 那送下来怎么办呢 算了 我们把它给 切了一个小块送给你了 谢谢啊 然后我们全部上了叉子 自己吃 然后就是 这份信呢 起源于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在 因为我们在开party 然后只有他一个人 在努力跳舞 然后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觉得 好有负罪感 本来应该送下来也在这里的 然后我们就 集体联名 写一封信给他 联名 集体一起 这个词有什么不好的吗 没有啊 就是 就是那个 总体的一定要 我们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几个人 那么多人 太神了那么点 没有 我们五个人 第一段谁读 来吧 你读 难道不是自己读自己的吧 就开头的 哦 开头你自己读吧 行吧 兔 冉冉升起的小太阳 真的很土 我这点肉麻 想了很久 这个开头是奇境想的 是陈琳想的 我觉得是真的很土 我发誓奇境想的 是陈琳想的 反正不是我想的 其实我想 我想了很多其他的称呼 什么宝贝啊 就很 远 都冉冉升起的小太阳 感觉这个抽号 我粉丝经常这么叫我 那怎么办 你喜欢读什么样的 下次再修改一下 我现在立地修改 宝贝吗 宝贝 人家没有说话呢 宝贝 真的 冉冉升起的宝贝 画面感 回头给你披个脸 经过一次牛肉火锅以后 林姐 冯款款 汪嘉玲 齐静 王小佳 建立起了非常坚固的革命友谊 所以牛肉火锅组 想要给你这次写下 我念错了 所以牛肉火锅组 给你写下了这次的圣人祝福 想要给你一场最热闹的一封生日祝福信 哇 耶 这时候烟花放弃 不是我们没有 然后呢 下面就是每个人分段 来吧林姐 你先来 按照姓氏来的 林姐 特讲究 好好好 嗯 很正式 对吧 和 和宋贤然起初并不是那么熟悉 然后也 一开始其实也不是那么了解 就是处于普通的美甲关系 但是偶然的一次火锅 就是有了更了解你的机会 以前对你最深刻的印象是漂亮 现在这个优点在我的印象里已经不算什么了 毕竟见到你的大家都会这么夸你 现在的我对你的印象多了份认真 认真的坚持你所认为对的事情 你也做得很好 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些运气 可以不那么辛苦 一直好运 一直顺利下去 以后也一起吃火锅做美甲吧 天 好像西朗颂 陈琳这个文笔还 蛮好的啊 是是是 不容易不动 努力了 宋先生最主要听到好看 所以觉得文笔很好 美丽 对牛肉火锅组确实加深了很多印象 宋先生那种吃牛肉火锅 首先吃了几 吃了几块肉 然后后面就 停止了那种 刚开始只有宋先生一个人 虎视在那看着那些肉 后来他就停止了 一般这个流程就是等到大家都吃完的时候 宋先生开始吃宽粉了 突然开始疯狂吃宽粉 好 现在是我的 祝宋先生生日快乐 通过牛肉火锅组一起吃喝玩乐的经历 对你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 我本来是不爱走出我房门的人 感觉你也是一样的 所以即使过了四年 现在我应该是四年多一点 我也处于只是觉得你是一个漂亮小朋友的概念 现在呢 你比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我在我的心里你是很适合做偶像 并且也做得很好的坚强的漂亮小孩 me too 什么me too 你也是 我说错了说错了 你也是 原来叫me too 以后就改了 就叫me too 我相信每个了解你的人都会相信 你配得起更多的赞美和更好的位置 生日快乐 耶 谢谢垃圾冯小飞 来吧 宋欣然 生日快乐 说起来 我比牛肉火锅组还要更早的了解你 可能在开始看起来是被优越的颜值吸引 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就是被我的美女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美女 但你值得被喜欢的地方比别人多了很多 我见过你的坚持你的刻苦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无缺 但你总有魅力 能让人感受到属于你自己的光芒 你一定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欢 受到更多好运的眷顾 好得不到全世界的喜欢你就背锅 生日快乐 谢谢 下一个谁啊 天草 王小佳 在这里 我都忘了我写啥了 反正就是 每次阎阎吃牛肉火锅是那种前期英雄 就是前面特别厉害 然后中后期就开始很疲惹 对 然后其实我以前都不太敢跟长得好看的小仙女说话 偶尔说说话就觉得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呢 特别是有时候我会夸阎阎说 阎阎今天真好看 然后阎阎就会很真诚地反过来夸我也很好看 对不对 这是真心的呀 真的吗 对然后每次阎阎反过来夸我好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完全没有商业护车的尴尬感 对就是感觉很很可爱的女孩子 她就是觉得菜字也很好看 就觉得很甜 然后后来一起去吃了喜欢的牛肉火锅 她今天然然对吃牛肉火锅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熟练 因为居然有人在吃牛肉火锅的时候会点番茄锅 大家居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牛肉火锅吃番茄锅 牛肉火锅应该要喝汤啊 对啊 然后后来逐渐了解了发现冉冉小仙女也有自己的烦恼 希望以后冉冉可以越来越胜利 生日快乐 然后以后记得吃牛肉火锅的时候别总吃虾滑 要多吃牛肉呦 我吃的是宽粉 我吃的是宽粉 宽粉呦 还有山药 还有山药 对还有各种吃的 反正多吃牛肉 嗯 下一个是汪嘉玲 谢谢塔塔 我吃的那种 变形金刚 甩的那种 然后他要求你边甩边射击 然后送起来甩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瞄准器在哪里 就是全程就是 但是反正是蛮可爱的 然后呢 全程尖叫 但是呢 但是反正你笑起来的样子真的超好看 嗯 其实也很感谢你会来和我们一起玩和我一起玩 每次玩都让我觉得很轻松 然后你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心 就比如那天我们去玩鬼屋 然后在进去之前 宋世雅就对那个 斯大夫说 这里面有鬼吗 这里面是真人吗 他会碰我们吗 反正就是非常多问题 这里面是真人吗 就是有没有真人办的鬼 然后一路上进去他也就是死抓 你知道吗 我跟我 对我手都断了 你知道吗 然后其实我也很害怕 但是 要让他不害怕我就说 没关系 有李超 李超在前面 有李超不要害怕 反正就是 他是个好奇宝宝 然后 不管你问什么 我们也都会是你的十万个为什么 以后也要一起玩游戏哦 祝你生日快乐 耶 谢谢万嘉莉 谢谢 不用谢 最后我们牛肉火锅组 应该怎么说 应该是全体在前面 我的语法是有问题 最后全体牛肉火锅组 祝然然 生日快乐 谢谢牛肉火锅组的全体成员 哈哈哈哈 感觉嗯 很开心 宝贝 蛤 我们要say no吗 诶 啥 蛤 什么 你说什么 就是毕竟看了就想生日公演呢 然后我们然然也会有很多的魅力 为大家看见 所以呢我希望呢 我们牛肉火锅组呢 希望大家都给亚然投票 然后呢 牛肉火锅组也要为大家进行一下感谢 仍然有你 了不起 仍然有你 更闪耀 哈哈哈 仍然的小伙伴们听了 不能说好 哇 好棒啊你们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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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谢谢了 不嫌小 大家发话了啊 车员发话了 是的 我说的 来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自己的想法呢 在刚刚开头已经说过了 哈哈哈 嗯 得 得 对 反正就是很开心 能够大家来看我的生日公演嘛 然后 对 就是很多话 就留在拉票说了 嗯 好吗 就这样 那么 最后就 祝 你闭嘴 最后大家举起手中的横幅 让我们祝孙欣然 生日快乐 耶 谢谢大家 耶 走啦 撤 撤 走啦 咱们 古老师 吃 词 朗 谢谢大家